刚才那个防卫基础就把红豆去掉 加上三味药 一位是这个补气的黄旗 又气足了 那么这个气血运行就好了 它肯定状况会好 一个是建脾胃的三样 那么脾胃是生化之源 那么脾胃的功能好了 气血也多了 它自然的它就寒冷的程度也会减轻 第三个呢是补血的恶交 所以讲气血互补 那么脂补气 那气没有生化之源 那氧量不够 脂补血 那个血的推动能力 运动的能力差 没人推动它 这样我们把气不足了 这个生化之源足了 那么血不足了 那自然的话 它阴阳状态平衡了 氧气虚的状况改善了 那么氧虚的一系列症状呢 会自然会跟着得到改善 用法用量是多少 五枚红枣 桂圆十五克 这个黄芪呢十五克 山药三十克 鹅脚呢十克 前四种原料呢 再放在一起去煮 煮完以后 把那个水呢 给它逼出来 水逼出来以后呢 鹅脚呢单独去氧化 怎么叫氧化呢 就叫做隔水蒸 把鹅脚这种碎块 放在一个杯子里边 用水泡起来 然后呢 这个杯子或者小器皿又满了 用锅来蒸它 一煮一蒸了 它就化了 这叫氧化 然后你前四种 避出来的水 和这鹅脚氧化的 这个 汁液呢 放在一起 勾兑以后 你把它喝下去就行了 其中这个前四种呢 像红枣啊 桂鱼啊 山药啊 都是可以吃的 这东西应该可以 把它捡出来吃掉 不要浪费它 这是一天一计吗 这些 这个就是应该说是 一次的剂量 但是如果是很严重的话 你感到这个 我在这个补血呀 在痒痒这个状态下呢 我情况还不是非常好 那就可以每天去吃 一般的情况下 有这个寒狼 有这个面色不好 或者羊续的其他症状 但是你同志呢 又是一种生理 不可能一下子改变的话 那么一个礼拜呢 吃上一两次就行了 你这个冬天可以不停地吃 一个礼拜吃一两次 一个礼拜吃一两次 也是一种吃法 因为这个 养羊是个长期的过程 这个保健呢 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去和洪灶五门